作者的許多創作靈感 源自於至今常年居無定所的世界旅行 畫面及故事中的種種細節 都可以找到作者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看過及體驗的事物 將一切化為冰霞奇幻故事的各種素材 打造獨有的個人特色 新咒之伴 出了名厭恶魔女一族的皇家顧問泰恩 某天卻被人下了詛咒變成了牛 差點被斬殺之際 在魔女艾羅的及時幫助下化險為夷 卻發現眼前的恩人 不僅是惡名昭彰的新作魔女 更是發明了此詛咒的元凶 為了破除詛咒 魔女與牛一同展開了一場奇幻旅程 糟糕